各位觀眾大家好 今天我們有位新嘉賓上來 跟大家聊聊天 因為我上次講了有關 英國羅冠聰的事之後 他有些不同的看法 他說大輝sir 你說錯了 我問我為什麼錯了 我明明看新聞是這樣說的 究竟新聞是堅定流 他跟我說 我絕對有 很好的話語權 因為我在英國生活過 還有我的小朋友 就在英國讀了書 不埋頁 所以你說的話 跟事實有點不太符合 於是我就說 不如你上來講 好過我自己在這裡講 雖然你寫得很完整 但我說出來完全沒有味道 於是我就請他上來了 這位是一位女士 不是年紀很大的 還小過我很多 但是他的女兒 很厲害 我們請他講一講 究竟現在 英國的實際情況是怎樣 羅冠聰說的話是堅定流 你好 Skyle你好 Hello 大衛sir晚安 各位觀眾晚安 關於羅冠聰說這件事 我就覺得聽起來好像很吸引 是吧 是啊 令到他們覺得很想去 可以投票 但你看一看細節 就會發現到一些小妙的東西 他一邊說是投票的東西 但他投票是投什麼人呢 是什麼的選舉呢 是不是很大型的選舉呢 我就看到不是了 所以我一開始 人們就會覺得 不是的 有投票權 但投票權 投什麼呢 投手上 我覺得就沒什麼可能了 以我這麼多年 但是我覺得 他在這裡 他就寫了說 投地方的議員 地方 即是一個 好像我們香港那樣的區議員 那叫做地方議員 什麼叫地方議員呢 類似區議員的角色 地方議員呢 就是Council 它是做些什麼 福利的東西來的 就會幫一下附近的居民 真的好像我們香港那樣 就是類似區議員的角色 但是還要分一些 就是可能沒有 就是其實它是很多的 因為其實英國我也覺得是 屬於福利社會來的 屬於福利社會 我不是覺得它是資本主義社會 不是的 所以就養了很多懶人 我知道 那麼他們這些Council 那些這樣的地方的議員 就是幫那些居民 即是長住的居民 那你們有什麼問題 或者老人的問題 那你可以問它 或者醫療的問題 你可以請教一下他們 他們會給你一些意見 或者可以幫你申請一些東西 就是這件事情 至於羅冠聰說那些 去到立刻就可以投票 但是我想知道要讓你投票 你住在哪一區先 你去住在那個區 你是那個區的人 那你又住了多久呢 那如果你租屋普遍 就應該就不能投的 因為你沒有代表性 因為你香港也是 如果香港你想去投 那你沒有理由找個地址租 那我立刻就可以給你選舉 那情況其實是這樣 就是它在那裡吹噓 很棒啊 吸引人過去 主要是發揮它的作用就是 英國沒有錢 需要他們的金錢 那他們就覺得 這些很棒啊 香港都不能投的 你們過來 五件會有得投的 那最主要是 它的作用就是 吸引你們過去 但是之後能否投到呢 那就零計了 沒有擔保的 這件事 明白嗎 那我見解就是 沒有擔保的 那我們說你去到 怎樣投呢 因為它說了一件事 很特別的 因為當我們的CY 就在那裡說 就說 你現在這些人 其實如果你真的在英國居住 這些人不是移民來的 只是移居 這些人不願交還特區護照 或者身份證 是要留有回流的後路 又點名流亡英國的前香港眾志 主席羅冠聰 批評他吹噓BNO簽證港人 英國的投票權 但是選出來的市議會權力 比起香港特區 更加是蚊比和牛比 但是羅冠聰在事後就說 他事後說一句說話很過癮的 他說BNO簽證的香港人 還可以投票選市長 和國會議員 繼而產生首相和內閣 而且還拿諷 我們的特首 現在參選人 李家超是陰點的 那點位是選舉 其實呢 現在呢 最重要的就是 他根本就沒有可能 憑著拿BNO簽證 就可以投市長 是不是 還有不可以投國會議員 當然不可以 對了 為什麼不可以 為什麼不可以 對了 有什麼的規矩呢 好像香港那樣 是不是你都要 即是居港七年 拿了永久居民身份證 你才可以有投票權 沒錯 沒錯 就是這樣 對了 只不過他 現在不是英國的首相出來 告訴你 他只是找羅冠聰出來說 羅冠聰說的話 我是說給你聽 我是不是可以擔保你一定做到 不是的 羅冠聰是什麼 最主要是這件事 他不是英女王彩在那裡告訴你 歡迎你過來 投票馬上又 不是的 誰答應你 羅冠聰答應你 還有像你所說 他發揮的影響力有多大呢 很少 真是少到無論 即是一個這樣的區議 一個council的議員 你真的可以去到國會 可能他沒有說到後面 你住夠六年之後 你再入籍就可以 他沒有說到這些 嗯 即是片面 很片面這樣告訴你 沒錯 你有投票權 是啊 你看多棒 是啊 沒錯 根本就是 其實是騙人的 但是他又不是假的 那你覺得有沒有用呢 還有影響到英國的政制 沒有可能 還有你那個票究竟能不能進入箱 誰知道 誰知道 OK OK 你明白 明白 即是 英國在我的心中 比較 他比較 男士 即是他那些事情 他不會講得明白 不會講得明白 但是去到你就知道 諸事不順的了 沒有辦法 對 諸事不順 怎樣 諸事不順的 即是說 他說了給你聽 我可以這樣做 我可以做ABCD 但是你去到那裡 你就發覺到 喂 A不行 要很多程序才行 B呢 你差一點 差一點 是不是 現在我要投票 他也是一樣的 你可以投地方選舉 沒有問題 區議員那些 諮詢機構 就是我們香港所說的 香港區議員 全部都是諮詢機構 那你諮詢機構 你可以做些什麼呢 喂 你這個不是政治的選舉 你只不過是投資訊機構 香港的情況 其實有一個非常重要的 如果你沒有永久居民身份證 你又沒有喪失選民資格的話 那你當然可以投票 我就覺得 之前我覺得很奇怪 英國這麼兒戲 喂 我作為一個旅行證件 拿著旅行證件 我就可以選國會議員 喂 原來不是 你的手上和內閣都不行 因為我知道你BNO 你不算入籍的 還有你剛才跟我說一件事 我覺得很特別的 即是在 還沒錄播之前 你跟我說 喂 你要看看你住哪一區 你在英國裡面 你是租屋住還是買樓 有什麼分別 我想問問你 英國通 分別 不要這樣說 分別 你買樓的話 你是一個業主 你當然是 在那個區是一個戶籍 但是租樓的話 不是一定要報的 你明白我的意思嗎 不是一定要報 而且人家未必肯出個地址證明給你 其實這件事很重要 因為很多人說 找不到工作做過去 什麼都沒有 是因為真的沒有地址證明 就是沒有地址證明 很重要 這件事 你一進去 你哪可能有地方 有住址證明 過進去 先都是租一下 那些BNB住址 你不是說 每個人拿著 一千幾百萬過去 但是他們想你們這樣過去 當然 一千幾百萬才有錢 我分別就是這裡 我才有錢 你拿一千萬過去 那時候 我等於有 一百萬英鎊 十個人 一千萬英鎊 十萬人 這次真是發財了 但是我想請問一下 你住址證明這麼難得到嗎 原因 究竟發生什麼事 為何這麼難得到住址證明 以你的經歷 為何這麼難得到 因為普通人 其實Herd有很多 我自己知道一些 我不知道你去找Agent去租的話 那Agent去租的話 他當然是要簽約 很多東西 也要有私下租給你的 那私下租給你 很多人都沒有報的 那沒有報你 你又何來有住址證明呢 還有住址證明 其實你是需要有個銀行帳戶的 但是不是你去到就馬上有 就是你要入到去到之後 你要在那裡 起碼住三四個月 定居在這裏 有一些人可能會幫 通常都是要人擔保 沒錯了 擔保會最快 要擔保 你有人問 這麼奇怪 擔保是最快 是啊 是需要擔保的 好像香港當年找工作 要舖保的 是嗎 嗯 沒錯 我們都 是很複雜的 其實 其實英國的政制和香港很相似 因為以前殖民地 很多東西留下 其實就是這樣 但是其實很 怎麼說呢 你是不是真的拿到 所有英國人做到的事情 我想你要花很多時間 很多錢 不是說去一去就好就好 不是 完全不是 因為他們那個權力 要投到手上的那些 那些人 需要在英國 已經長久住在那裡很久的人 才可以有機會給你投 因為在英國人心目中 投票權是很大的 是一件大事來的 你有沒有像我這樣 我都要陪我住了六年去登記 那我就可以有選民 六年 我是六年 是 現在都是六年了 你拿著BNO過去都是六年 是啊 所以我覺得BNO這件事 就是困人的 我覺得真的 你憑什麼 其實 就是滑湖海外護照 嗯 不過他只不過是用羅冠聰的身份 去吸引你過來 噢 就是 用一個難民的身份 是嗎 沒錯 我們公平難民 是有趣的 就是有位難民 英國的難民 又是我們香港的逃犯 推薦你去 告訴你 有投票 很棒的 但是你相信嗎 那你就相信 是 說服你有多大 到時你去到 有沒有這樣的事 沒有人跟你說 羅冠聰跟你說 誰可以認數 沒有的話 其實挺沒有的 說真的 英國的種族歧視 非常厲害 很嚴重 種族歧視很嚴重 所以就算你去到 你去到council那裡 你英文很好 英文很好 OK 它沒有翻譯的 那我就覺得香港人的 英文的水準 在英國 就 不行了 我就 有多少不行的地方 因為它有很多不同的口音 可能你住得遠一點 那裡 說另一個口音 你已經很難聽得明白了 而且它看到你 亞洲人進來 又說要投票又怎樣怎樣 那你覺得那個council 會有多嚇氣 對你有多嚇氣 那另計 不嚇氣的 可以告訴你 不嚇氣的 那是什麼事呢 你當年 過了去英國 那一邊的時候 其實你覺得 為什麼那個 歧視很嚴重呢 因為現在好像有些人說 其實沒有什麼 車子 大家都一樣 說謊 為什麼呢 你可以說一下 那時候的情況 其實 他們表面 好像不是歧視你那樣的 表面不是 但是很多東西證明它是 例如你在同一個車廂 有人看到你 他會走到另一個車廂 他不會跟你在同一個 地區裡面 嗯 他是這樣 是啊 但是他又不會很大聲地說你 但是有時候很小聲的 這樣說 你都會聽到一些 第二就是讀書方面 那個總讀歧視了 那我當時 我女兒很小 她是讀幼稚園的 那一開始都是有種族歧視 就是因為在學校 就被人欺負了 所以我就覺得他們很厲害 那種族歧視 例如他們看到你 中國人的小朋友 他們會笑你 什麼 Chicken chow mein You know 是什麼呢 就是你香港人 很多人都是開這個熟食 那他們就會認為 你們這些中國人 我們就笑你 你是這個蛋炒飯啊 這個炒麵啊 那其實都是種族歧視來的 嗯 你小朋友感覺到的 他們會欺負你的 很明顯會欺負你的 嗯 是啊 慢慢你就會看到 還有很多東西 就是包括 總之中國人在那邊生活 就算你英文很厲害 可以說 你講到跟你一模一樣都好 他們都不會認為你是一樣的 他們會看得自己很高 比美國更深 大英帝國啊 大哥 那個名字嘛 嗯 安格魯薩是順重 沒錯 就是我覺得 還有 最重要就是 你入境要多少錢 我看過資料 基本上拿Wisa 都要四萬元一個人 四萬元港幣一個人 那兩個人就八萬了 那現在他的模式 就是要你香港 因為他不相信你 過到去 是馬上賣很多錢 他一定要看你的資產 資產審查 那你跟著再拿完Wisa 其實 如果你再租給你一年的租 都加上其他資產 我想 你一年 都要幾十萬 一年 那你花了多久 你真的沒有一千萬都不要想 真的 沒錯 那我自己本人 也都有一些 不是很正常人的親戚 正常的 是吧 都有的 每個人身邊都有 以我知道 他去了 他就一筆港給了很多錢 他有錢的 那這一種就沒有問題 英國就非常歡迎 你拿一千多萬一炮過 買一層樓 我當然覺得很正 但是租就很大的問題 現在就起得很高 很高的價錢 因為香港人就很頑皮 去到租了人家的房子 令到人家的房子很髒 不會疼人家的房子 變成很多人都不想租給我們香港人 尤其是他知道我們香港發生什麼事 就是19年這些 他們知道那些黑黑黑黑的人 就是香港搞事的份子 所以他們是歧視 更加歧視 就之前發生過 經常都會打中國人的事件 英國都有的 又打得很厲害的 不過他不懂得分 如果你是韓國人 他不懂得分 那都被人打的 新加坡人都被人打的 那這件事就比較慘了 還有以我知道他們去租的地方 那我就是倫敦的 但是我看到他們多數都是說曼城 曼徹斯特 或者是北倫敦 這些很偏僻的地方 多數去曼城或者會多很多 因為那裡便宜很多 那些東西 但是呢 那些東西便宜很多 但是呢 但是呢 越山哥黃帝營的地方 那些區呢 那些公司的議員呢 就水準呢 就會照樣是降低了的了 是 是不是真的幫你呢 是 是不是真的會很誠意去幫你呢 我相信不是了 不會了 他有時候都很嫌你煩一下 他想快點下班 是真的 就是一份工來的而已 對他們來說 是的 一份工 對他們來說是一份工 是啊 一份工來的而已 跟著等他休息政府 一輩子就是這樣的了 即是沒有什麼發展能力 還有找工作我覺得 真的不要覺得有工作 那你沒有工作 你怎麼生存呢 你知道有工作的 是吧 你每天都坐牢山崩的 但是你根本找不到什麼工 給你做 你最多人呢 就是送外賣的了 只是沒有的了 幾磅一個小時那些 那你怎麼捱呢 六年 嘩這個 所以我覺得 很難很難說 我譬如 如果我簡單在萬城那裡租一層樓 我當然是 就是很便宜 是不是 我可能 就是幾十萬 就是二十萬 我就可以頂到一年了 可以不可以呢 如果這樣 假設在萬城 那就是 只是租屋而已 那不是包括生活費的 不包括生活費 只是租屋 不包括生活費 我只是租屋 是的 都可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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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暖牆都可以 如果吃完飯呢 生活費 吃完飯 嘩 就很耕計 交通費是最耕計 英國最貴 吃東西不是最貴的 吃東西不是貴的 吃東西 因為其實很多很便宜的 你都可以吃 禮物當勞 跟香港是一樣價錢的 幾乎是一樣的 那你那些 那些suma 或者很多 晚上都有很多特價食物的 就是沒事的 你都可以買來吃 不貴的 但是最貴的就是 搭車了 搭車才是最貴的 就是你平均 你搭一轉車 不停搭幾個地鐵站 都要四五十塊 嘩 四五十塊 幾個地鐵站 大佬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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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真的 有些遠一點的 我見到有朋友 住到遠一點的 在倫敦北面下來 他還要八十元 一轉地鐵 你再加上 有些要搭火車 轉地鐵 轉巴士 我想你未開工 都不見兩塊錢 是真的 但是人工 是啊 是啊 人工我可以先 首先如果我真的 不可以 不可以 為什麼不可以呢 是 因為他抽稅非常之重 是 35% 例如你賺一萬元 你就要抽了三千五 三千五 是的 三千五至四千 類似 他就是高抽稅率的 但是你退休之後 他是給你了 這一點是有保證的 但是你真的要幹活了這麼多年 但是有些人就是 總是有些人就是不做事的 隨便找一份工作 那轉頭又說 申請失業救濟金 每個星期就去Council拿錢 拿完錢就吃喝玩樂 又過一個星期 每個星期就這樣拿 那你說這個地方 有什麼新的動力 是沒有的 是很懶的 那些人 毫無動力可言 那我覺得在這樣的社會裡 生活 我想香港人是很難的 除非你有親人 有親人和熟人是很重要的 因為通常你光顧任何東西 都是露點來的 一定是從中脫水的 我都試過的 我都試過的 是啊 有些人好像很熱情地幫你 但是最後價錢 比你說不認識人的 那些 是啊 這麼厲害 是的 譬如呢 是啊 你很難相信人的 可不可以舉一下 一點點例子 譬如有些什麼事情 你親身經歷過 會發生這樣的事情 例如當時 那我的女兒 就一直都是住在家裡 因為我們家裡是在那邊的 那她有老父母 八父都在那裡住的 那到她大學 大學了 那她 她入了那間學校之後呢 那你因為很遠的 那車程 那你就要去找 真是去找房子了 那我就嘗試過 在英國怎麼租房子 然後找到 然後完成了那個過程 那很可愛 你可能沒聽過的東西 但是都很可愛 那如果當地人去找房子 那你當然 都可以看一下那些 像你說的報紙 上網看一下 那有人會丟些說 有些什麼 還有你可以去些什麼 看一下 那英國呢 就周街 就沒有什麼 特別多社會 最多我們就叫做 印度人開的店 那印度人開的店 他們做什麼呢 他們就是買綠合彩 買什麼都在那裡買的 甚至乎租房子 都可以在那裡看 它是雜貨店 但是每一個街 都有一間的 只有印度人做的 沒有英國人 也沒有中國人做的 原來很多年前 很多印度人留在那裡 那因為他們覺得這些工 英國人 覺得這些這樣的 即是要服務人家的工 那你在那裡賣東西 你也要服務人家的 那他們就不會做的 這些工 他們覺得很低下的 那就給所有印度人做 那印度人開完一間又一間 那所以印度的群體呢 在英國倫敦都挺厲害的 但是他們呢 有什麼壞呢 就是經常都說 跟你很友善 那我想找個單位 我看你貼出來幾好 應該就說 跟你很友善 算你便宜些 說很漂亮的 怎樣怎樣 那說完之後呢 我轉頭去看 原來他多了一半的 其實他是欺騙我的 還說跟我很友善 你明白嗎 其實他就找我老撐的 我想說 你真的經常都說 朋友朋友 撐你 你都不是朋友來的 我這麼貴的 就是他就是會做這些 就是我去找工作 都遇過很多這些事情 但是另外一個 就是得意在 就是另外一個 我就找到 因為我遲了一點 就預約不到學校裡面的宿舍 我就住在學校圍 住學校那些 那些這樣的住宅 都是租給學生的 那我就租到一個 這單位 那都是大概一間房 一間房 那其實就有四個人 四個人住一間 那就是share那個廳 和廚房 那每人自己一間房 那不同人種都有的 但是就 通常都ok的 很少說不ok的 但是他租呢 就不是找個業主租的 那他登出來 那我自己租呢 那他就登出來 那是藍市 登出來說我要租這個單位 那我多少錢一個月 那我多了 那我就去看 看完之後 其實他不是業主來的 他不是業主來的 那業主是從來都不會出現的 所以所有人都是一個租客 二房東 那怎樣去租呢 二房東 是 三房東 是 是 是 那當你 ok 當你陪你 我不住了 我要搬走了 那你怎樣呢 那你怎樣拿回那個 deposit呢 你給那個 嗯 那個方法就是 你登報紙 你自己 去找一個新的租客過來 新的租客 那個deposit就給你了 蛤 蛤 這麼奇怪 是啊 就是這樣 是啊 很特別的一件事 我真的覺得 我自己都突一突眼 咦 但是原來這些事情很普通 我和那些人聊天 那你們一起住 其實都ok好玩 我都在那裡住 那整班都年輕人 星期六日都會在家裡開派對 什麼都說 原來就是這樣 這麼簡單 就是這樣 所以就見不到業主 那怪不得沒有住址證明 怎麼發住址證明給你 就是啊 那個地方不是你的 不是 所以我可以說這件事給你聽 你又知道那個項目在哪裡 沒有地址證明 是沒有的 一直寄的信 都是寄給業主的 是啊 不是寄給我們 因為我們會收信的 我們收信 如果我們見到電費那些 那當然我們會給 我們就會用那封信拆開 大家一起看 然後就再分享 記得錢 大家夾回來這樣 好像湯房 如果你們不交 你就沒有電 好像湯房 好像一個宿舍 青年宿舍 那種感覺 是啊 是啊 但是每個人種都不同 可能我是說英文的 但是你可能是說德文的 你明白我的意思嗎 德文、印度文 什麼東西都有的 普通話 捷克 我的勞力就是有試過 有捷克、法國、波蘭 波蘭 還有 有一個英國人 有一個英國人 其實都不是英國人 其實大家都沒有所謂 大家講話 大家都不明白 大家講什麼 大家講話 那是語言的 對吧 所以我就說他們這些 這些租樓的搞笑事 但是他們進來租就是這樣 當他們不租的時候 他就要跟他們分享租 例如我要問那兩個人 我現在不租了 你們想下一手租的人 是要什麼條件 是他們開的 不是你開的 是我還在這裡住的人開的 我開的 我說我不想 我一定要租給單身的 說我不喜歡租給家庭的 因為我怕小弟吵 都可以的 即是你搬走的時候 要你其他人都要批准 接納了你這個新租客 你才可以完成了你搬走這個儀式 好民主 好民主 突然覺得 好民主 好民主 好奇怪 沒有人說是不知道的 沒有聽過這些 我都覺得很奇怪 很特別 但是也有些人 特意在這裡 真的好像劏房 我是上過去的 我都上去看過 我看完之後 嘩怎麼行 看到個個都好像 嗯 嗯 不知道 不是好人 我不會說 那你一個女孩還會害怕 喂 打開門 都會有個男人 看出來看看你 我都很害怕 然後看一看 拖廉是一起用的 那看一看 沒有鎖的 嘩 看到已經覺得 不開位了 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當然不行 還有看區分 就太重要了 如果通常 尤其是去到萬城 那些 其實就 多黑人一些 因為窮一些 那黑人那些 其實我覺得最好 就是真的不要住的 因為我們真的發生過 真實的事件 就是有人是 整間屋被人搬走了 都沒有人發現 那些傢俬全部沒有了 其實不是沒有人發現 搬了那天 有人問過 然後那些 爆他的隔 那些人 就告訴我們 我們搬屋 那我們就相信他 那他就搬到 全空了 原來沒有了 然後就說 嘩 住在那些黑人區 就是這樣 還有 隨時就被人老套 還有搶一下東西 哇 難怪你這麼大反應 挺害怕的 難怪你這麼大反應 很大反應 因為我經過這些 很多這些事情 我知道所有的 好和不好的事情 基本上當然不好 其實真心 我自己 我覺得香港 是很好的 就是你去過 你就知道 其實香港真的很好 就是你各樣東西 那些警察又正常 警察又正常的人 好人 那外國的警察是怎麼樣 大家都知道 是一定會打你的 就是它是不 因為它不和美國 美國是因為有槍 那它就一定要 首先要槍斃 槍斃了你落地 那我才安全 但是英國就不是的 就有些警察是沒有槍的 他們是民警的 只是得棍的 但是都夠你受的了 是在地上拖的 還有一些 就是你報警 都很慢的 那他來到 他都會問 第一件事 警察來到 我都試過報警 那警察來到 第一件事就問 那個人 是什麼顏色 他竟然不是問 那個賊人 逃去哪個方向 是 What color the phrase 他就問我這件事 是 如果你說是黑人 他就會追 如果你說白人 他就 嗯 這樣 想一下 好啊 不好奇 我們記者放心 真的這樣 為什麼呢 是啊 因為 優待 優待自己有 這個是大英帝國的地方 是嗎 沒錯 沒錯 但是 那些英國人實在 又不是太喜歡其他地方的人 任何地方他們都好像不喜歡 那麽變成了 倫敦都變成了外語區 我後來發覺 是的 他們要離開我們 因為他們是這樣的 一見我們搬進去 他們就走 因為他們不喜歡我們 很重要 那你是不是歧視 這些 這些還不是歧視 你有和我提過這件事 你有和我提過的 你說呢 你一搬進去 當你黃種人一搬進去 拜拜 我就搬進去 那個情況會是怎樣呢 我想說 我想問一下 這一集很個人的 我覺得是要聽一下 因為我真的有很多事情 我不清楚 你就真的在英國住了這麽久 聽你說的故事很棒 繼續說一下 各位觀眾同意的佳一 多謝大家 那我就說一下 為什麽他們 為什麽逃避我們 那例如 你住那個區 那 開頭可能只有一 基本上都是外國人住的 那可能 跟著之後 就有華人搬進去 其中一個單位 那跟著之後呢 會慢慢見到 多一兩個華人呢 搬進去那個區 他們就打算搬走的 我基本上是 不想和你們有什麽接觸 和你們有這樣的生活在一起 他們就會寧願住遠一點 你再追他近一點 他就再進一點 甚至住在歐洲倫敦 我也要避開你 那這件事 是不是很奇妙 但是 你切身體會是這樣 你來他就走 他們不會說你什麽 他們不會和你吵架 只是說走 我寧願搬遠一點 我乘火車再轉地鐵上班 就是不喜歡和你對著 很根深體固的 有些 很根深體固的 有時候我覺得過份的 可能有些 有些真的很古老石山 那些老人 老的那些更加是 他們那種觀念更加重 年輕一點 可能還可以說一下 和大家聊一下 那最緊要 我自己都覺得 你才對人家禮貌一些 你才多些跟別人說一下 hi 說一下早晨 晚安 就是這樣 當晚晚接觸了你 覺得你ok 他都會開始和你說少許 但通常都會先拒絕 先拒絕 不要 搬走 我見過很多區都是這樣 都有發生這樣的情況 因為他覺得自己是優越些 我比你們優越 你現在過來 搶了我應該要獲得的東西 所以有時候 我那種看不起你 是那個比較陰陰的 陰陰濕濕的那種 我是看不起你 我不是光明正大 這樣對你 不客氣 我是很陰濕的 不是的 我是給你感覺到 但你又不知道 我討厭你 為何搬走了 為何會這樣 我根本不複和你聊天 是這種感覺 是啊 真的太奇怪了 他們這些想法的事情 又不是很想說出來 可能對著你還笑咪咪 你明白嗎 但心就是別的東西 因為我也試過 有時候 可能他見過我們亞洲人 可能以為我們不懂英文 都試過在車上這樣說我們 我們故意給他一個反應 其實我們是聽得懂 他們好像有些人 就是這樣 這些事情已經是很有問題 第二我想說一件事 如果 英國的地鐵 就很少有電梯的 是 全部都走路的 是 那很多人走不了路 那你覺得怎麼辦 那怎麼辦 那怎麼辦 那可以怎麼做呢 是啊 那我住的地鐵又沒有電梯的 那我又是雙殘的 那我怎麼出街呢 是啊 就是沒有得出街 就是沒有了 所以如果你是雙殘的話 你必須要找你住的地方 那個地鐵站是有電梯的 那你就搬去那裡住 蛤 要這樣啊 喂 他不是說 我們這個都是會 雙見共享 我們都有 每一個地方 都有斜路 有電梯 那樣 就是給一些 不方便的人士 可以下到地鐵 或者去到 一些商場裡面 其實這個都一定有 就算上下巴士 也有 這些不是應該要做的嗎 就是 英國為什麼會沒有呢 我真的覺得很奇怪 那一件事 是啊 離譜了 為什麼會沒有 沒有錢 真的沒有錢 英國的地鐵 那些人覺得 哇 哇 倫敦很棒 是吧 排名大都會 我們知道 四支都沒有 四支都沒有 是不是 當年我們提過 我整個地鐵站 全部所有的地鐵站 火車站 都收不到電話 就是你搭車 你又不用自己玩電話 到現在 到現在都是啊 你有些朋友還在英國住 是啊 都是的 都是的 但是他們的資訊費又很貴 就是沒有說我們香港這麼便宜的計劃 還有英國呢 你打電話給人呢 你要付錢的 就是我不是開我家的電話線呢 就 任說的不是的 要給電話費 哦 那就是算打進去那個人的 就是如果我聽我會有事的 你就和我煲粥 你明白嗎 嗯 但是你給錢而已 是吧 但是我就不會主動打給你 我去你家敲門 因為 因為貴就習慣敲門了 就是大家 寧願去敲門 嗯 我過了一條街就走去 幾個小時 就找他了 聊什麼電話 這麼貴 是 很貴的 都是很少分鐘的 text就便宜些 但是你在地鐵 有時搭地鐵 搭火車 你這麼長時間玩一下手機 但是都沒得玩 你說多沒人呢 真的 就是這樣 還有他整個百年的地鐵 就是我就是這麼久以來 我都覺得他的車 實在那個味道就很難受 因為呢 是很多人呢 在那裡便利的 因為 我都去做 在那些樓梯角落 周圍都是的 那你會見到他就說 他有一些地鐵 他就覺得很特色 木造那些東西 其實沒有錢再弄了 其實那些樓梯又真的實在有多長 就是你不要說 你本來那個老人家 走上走下 都走到你死死下 一些都不方便 但是 為什麼會這樣呢 還有就是這麼骯髒的東西 就是 就是大家都說 哇大城市 不是啊很正 可能 我告訴你真的很骯髒 你把你的手擺一擺 插一插 你可能整個手都是香口膠那些 人家吃完那些 都黏在那裡 哇那些很嚴重 那些不是中招 嗯 是啊他們很頑皮的 他們很 我們都知道他們的 那些鬼鼠位的 你不要坐在那裡 知道的 真的 真的 是很骯髒的 所以就說 生活不是好 但是 各樣東西又不是 設施又不是好 但是東西又那麼貴 我覺得是不划算 最後一個問題 最後一個問題 我想問回你 你當初 你怎麼發覺在車裡 他們小小聲 去說一些 不輕視你的說話 你其實 你怎麼發覺 他們說些什麼呢 我想很多觀眾都想知道 是不是 同意加一個位 為什麼呢 沒有的 那你上車 那有時候 當你上到車 那你可能會 三個人 上到車的人 我們 說話大聲了一些 有些人 首先就不看著你 眼光都不是好 然後我們有時候看著他 年輕人都會說說話 然後聽到他們說 嗯 那些人就是這樣 那些人 又沒有禮貌 又沒有禮貌 但其實你沒有跟他說話 你怎麼知道我沒有禮貌 但他已經覺得你是 他已經覺得你是 在什麼年紀的人 你肯定沒有禮貌 在什麼年紀的人 通常都是 上了年紀一點 52歲以上 上了年紀一點的人 因為他們更深看顧 他們不會說這類的事情 還有英國落後 竟然是有人沒有電視 在英國 在倫敦 我最近知道 是沒有電視的 有些人是在看四方的 不是像舊式那些 小時候那些 顯像館那些 是真的 是呀 之前我跟我女兒在說 我發現有這件事 她說 是真的 是呀你看看 不是呀 這麼變態 沒有想過 大件事 我們今天 你繼續說 請說 你還有什麼 沒有的 有很多事情可以說 不過這是一些小的 情節 最主要是說 我們很厲害 我們那個 拿到難民身份 很威風的人 他所說的言論 我們要回應他 是呀 我們遲下 就會請Sky 上來 有空 看他有空 如果他覺得 有很多話題可以說 我們就請他上來 去說一說 究竟英國有什麼情況 還有對香港有什麼情況 可以看 因為你回來香港 其實已經是幾長時間 你看很多 都是我們正常人的一員 大家都知道 所以我們很希望 很希望大家 去了解一下 對於外國 西方 或者現在的情況 或者當年的情況 會是怎樣 有什麼事情 其實我們實在 我看到很多 香港的很多報道 都是按照西方的輿論 去為一個方向 而去 講新聞出來的 但是他究竟有多少真實 對於我們一般 香港市民來說 其實很難分辨 所以我們就真的希望 有機會 例如好像 美國的Jessy Jessy最近正在忙 所以他沒有上來 但是Sky 如果有空的話 也可以上來 跟大家聊聊 如果你喜歡的話 就跟我說 上來聊聊 我想聊一下 現在英國的事情 究竟是怎樣 有沒有說得這麼美好 現在的情況 其實英國很嚴重的 其實我們應該要學一下英國整體的情況 其實都可以 什麼議題都可以 我們下一集 我們會繼續跟大家說 英國的教育問題 因為他又說 你說錯了 大衛相 挺重要的 是的 教育這個問題 醫療 醫療教育 是不是人對這件事 都很重要 是不是 你住在那裡 所以下一次 我就跟你說 醫療和教育的事情 我們要分開兩集 我們要分開兩集 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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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醫療 實在有很多事情 謝謝你 謝謝 不要客氣 希望大家都喜歡聽 喜歡的 我是一個評論員 你所說的事情 我覺得大家都很有興趣 繼續同意加一 為什麼呢 我們對英國 其實一直都覺得 我小時候 我都覺得英國 是一個很 gentleman 風度的一個國度 來的 但是 gentleman 原來 反過來看 其實是 有些虛偽的 這些虛偽 就是我不會明白 你怎樣 但是我心目中 我是高高在常 剛才聽Sky說 就是有一種感覺 還有找你笨 找你笨 其實就 就 預了 預了 是的 要預了 因為我聽到 一定是被人找過 一兩次笨 真的 就算住屋 認識人 也是被人找過 最後才變得聰明 是 就是變回聰明 如果不是現在 是的 變回聰明 你開始要不要 那麼容易相信人 因為真的會被人騙 然後又再騙 是的 很多陷阱 所以 按完再再按 死定了 真的 所以大家 聽一下也好 因為 始終 都是 現在講到這麼輕巧 你們都覺得 是移民的首選地方 是嗎 是 首選地方 是 那些人說 很自由 什麼什麼 又比美國好 那樣 挺有文化 我是英國人 真的 是大英帝國的人 是的 我是 是的 大英帝國的子民 還有 有空我們可以看看 我覺得 最棒的一件事 就是 我們不是有一個 溫維的 CGN 電視台那個 我也很想跟Sky 聊一下 喂 你怎麼看那對夫婦 那個小朋友 會遇到什麼問題 我覺得這個 都很值得談的 是的 其實我們接下來 都有四集去談 一集講教育 未來有三集 第一集教育 第二集醫療 第三集我們去談 可能CGN 講那個溫維 究竟那兩個年輕夫婦 如果是這樣的情況的話 他們會不會回來香港呢 只是在那邊繼續過一些 很基層的生活 這些情況 我覺得都很值得探討 真的 大家想不到 究竟未來會是怎樣 還有 去了英國的香港人 其實面臨著什麼困難呢 這方面 我就希望大家 知道更加多些 是的 還有一些就業的問題 我都可以說一下 是的 這些很多很多事情 好嗎 今天我們和Sky 聊到這裡 多謝Sky 各位觀眾 就這樣 拜拜